看到二号女嘉宾一直在按灯 二号女士你好 你好 王芳老师 此时此刻来到我们的现场 会不会好开心啊 当然好开心啦 你那个灯好像就 你能不能把手放开一点 这样容易导致我们的灯坏掉 我太着急了 你着急干嘛呢 找对象啦 我现在特别想见两位男嘉宾 这生意非常美 我觉得二号女嘉宾声音不错 我们现场也有两位男嘉宾 一位是歌手汪正正 一位是我的老搭档王维念老师 如果说就在他两位中间选一个 你想选择哪一种类型的 王郑郑 哎呀 民意啊 民意 他刚才说什么 他说我喜欢王郑郑 民意 你刚才问的是几号呢 二号 二号 对 这个号太符合你的标准了 你今天选择是谁啊 王郑郑 王郑郑 你没看错吗 没有 你确实打算选他这样的人吗 对 看你别出来 你老有帅 没意 没意 我认为我也是那个 王郑郑 这个王郑郑老师那份的 对 来 一号 李嘉宾你好 王方老师你好 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啊 非常激动 我的三个偶像都在场了 哪三个偶像啊 王方老师一个 王维念老师一个 还有王郑郑老师一个 你看看 哎呀 他们选得挺快的 欢女士 我问您个事 您是选我呢 还是选王郑郑呢 你们俩我都选 我必须都选 只能选一个 只能选一个 就这么定了 那你太难为我了 我不难为你 你选他我也扛得住 你不相信你选选你试试 那我就选你吧 你看二号选你 一号选我 这打个平手 来看一下三号 对 单位三号 三号李嘉宾你好 你好王老师 此时此刻 二号和一号 都非常的积极 但是您说话呢 好沉稳啊 生活中 您也是一个 这样的女士 对吗 对呀 就这种安静的人 我觉得她就能说实话 好的 假如您在选老公的时候 您爱选哪个呢 我觉得我喜欢王导 你好先生您好 王法老师您好 您好 我认为我也是 那个王正正 王正正老师那份的 但是我上美生的 我看了说感觉到 应该是比王正正老师 应该好吧 比王文念老师 也应该好 大哥呀 这就不再这么吹的 这是找对象 这不是音乐剧院考虑的 这今天这嘉宾 这话可说挺大呀 我就直接把门锁上 不让他出 那不就完了 我看就对了 对不对 哎嘛 这话 我一直想说没敢说 现在来 成了 请坐 来 你好大哥 你好王老师 我坚信您唱得特别好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唱一句 我们听一下呀 我喜欢唱唱歌的男生 这三言真挺好听的 我今天已经好好发挥了 二号男嘉宾您好 您好 您的意思是 您也会唱歌对吗 我不会唱歌 我专心来找老伴呢 一号女嘉宾您好 一号男嘉宾唱歌挺好挺 我也会唱歌呀 你来唱一句我听听 音符的花 心中开花 唱得还挺好 您歌 这一号女嘉宾唱得还行 一样 谢谢 声音非常甜美 三号女嘉宾 我想出去 我喜欢一号男嘉宾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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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男嘉宾 你是喜欢听唱歌是吗 对 她唱得挺好听的 三号女嘉宾 您向您 这个传递的橄榄枝 您收到了吗 一号先生 我收到了 二号女嘉宾您好 方方老师 我也会唱歌 而且我长得特别美 我也很美 我也很有气质 二号女嘉宾 那您唱一句我听一下可以吗 我要上场唱 必须得上场唱 对 刚才第一个按灯是二号吗 是二号 掌声有请 二号女嘉宾 哇 好漂亮 非常美丽 是我喜欢的内衣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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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让二号女嘉宾见见我 你好 好漂亮 来 两位请坐 您好 今天第一个出场会不会好开心啊 当然好开心啊 是怎么知道我们这档节目的 看电视 看到之后怎么就有勇气报名的 好想找对象 好想找对象 对 我比他有气质 这个想了多长时间了 好长时间了 当时看到节目你会不会想 哎呀 如果我也走上这个节目 就太美了 当然了 我最美 漂亮 我更美 一号男嘉宾在按灯 一号先生你好 你好 二号女嘉宾呢 她形的也好 长得也好 是个非常 非常美 非常温柔 这么一个女人 哦 你喜欢吗 我挺喜欢的 你看 我还有气质 你竟然准备好 为大家唱首歌了吗 准备唱 准备唱啥歌啊 美美的 你也美 我也美美呀 美美的 山也美 水也美 美美呀 美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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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美美的 对呀 都得美美的 我已经二号女嘉宾 唱歌的开心 没有我有气质 没有唱歌 唱得好 一号先生您好 你好 王范老师 我想立刻出去唱歌 可以吗 一号先生 您今天到底是来找对象的 还是来唱歌的 我是找女朋友 找对象的 那您一直在说 我想出来唱歌 这容易产生奇异啊 她就是想把她歌声展示给这位女士 以表示她比二号优秀 二号男嘉宾您好 你好 唱得不错 挺好的 我想见见 名字怎么都结巴了呀 您喜欢吗 喜欢 你们都太着急了 应该看看我 这个二号女士 我看到您呢 是离异了 对吗 对 什么时候离婚的 十年前 十年前 其实才四十多岁 经历了中年危机 对吗 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简单介绍一下 可以吗 其实我和我前夫咱俩 感情一直特别好 就是我们就是 我结婚以后 一直跟我婆婆住在一起 生活了二十年 就是我婆婆吧 就是三十八岁就守广 完了就是对我爱人 对我前夫吧 就是感情 有一种感情寄托 就是 恋子 对 完了那个 反正不管是这个事情 就是她妈有多不对 她都得说我 我就觉得这二十多年 我就特别委屈 对 就是很委屈 很委屈 所以说就是 也影响咱俩之间的感情 我想去除去交流一下 其实相当于你遭遇了 中国最传统的 或者说比较常见的 婆媳矛盾 对 而且而且也很特殊 这个矛盾很特殊 不是一般的婆媳那种 就是好像是 因为什么事情啊 或者是生气啥的 这种不太一样 就是 恋子啊 对 一浩先生 你好 你好 王范老师 我对她的遭遇 我非常同情 她说你应该看开一点 因为往后看 一切一切 有美好的事都在等待着你 如果我跟你牵手成功的话 我会 我会你 各个方面都 细心地去照顾你 可能我遨游全世界 遨游全世界 我直接全二号了 就不见下一个了 我们在现场呢 会有一个新的环节 叫亮出你的身份证 请问你有这个勇气吗 真实的 真感情 好 请看大屏幕 好 这是我们 王俊卿的身份证 是沈阳 现在在和平区 1962年12月16日出生 什么日照片都这么好看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王范老师 这个刚才您看到 这位女士的身份证了吗 我 我看到她的身份证了 好 请问 您对这个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非常好 是这个堂堂堂堂的东方女性 好的 现在我就要考考您了 请问她的生日是哪一天 12月6号 12月6号 好 2号男嘉宾 您记住她的生日了吗 我 我没看清 好 1号男嘉宾 我提示您一次 差一个数字 再给您一次机会 12月16号 正确啊 我虽然也有点花 但是我特别认真的去看 啊 您要是不嫌 我又会后悔的 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啊 郑郑老师 请问您记得 您太太的生日吗 记得 4月13日 2号男嘉宾 您好 嗯 你说 对2号男 2号女嘉宾最美 好 2号男嘉宾 我想问您 她的生日是哪一天 12月16号 好 现在都记住了 来 此时此刻呢 我们要做第一次选择了 1号男嘉宾和2号男嘉宾 请认真听题 两位 哪一位愿意现在出场 和2号女嘉宾见面 请按灯 好 两位都按灯了 你们都太着急了 应该看看我 现在就由您来选择了 您选择见那 1号男嘉宾 确认吗 确认 恭喜1号男嘉宾 为人不见我呀 刚才在这过程中 我觉得3号女嘉宾 好像有点不开心啊 3号女士您好 方方您好 1号男嘉宾 好像对我们2号女嘉宾 特别喜欢啊 实际我也很有气质 我也很漂亮 我对年龄 我确实也可以 所以 我想见1号男嘉宾 掌声有请1号男嘉宾 2号男嘉宾 1号男嘉宾 对 他搞出就比我根高呗 你老想念潮女嘉宾 女嘉宾哪天生日啊 1962年12月16号 叔父的 这个先生 假如你们俩要亲手成功 今年的12月16号 您打算怎么过 搞一下大的庆典 买生日蛋糕 他有什么心愿 提前跟我说 我提前给他办好了 他就想有一个心愿吧 就是用玫瑰花吧 摆个字 行吗 非常好 我喜欢这个房子 那你想摆个什么字呢 爱 亲爱的好浪漫呀 这个先生您是哪里人 我是河北唐山的 唐山人 唐山离沈阳有点距离啊 两个人啊 如果说 如果能够牵手的话 多远地里都无所谓 只要是相亲相爱 今后的生活呢 是相互相随 对吧 互相去疼痛对方 理解对方 懂得对方 不懂对方 一号先生 一号先生你刚才 一上 在上场之前 你好像说了一句说 如果我们走在一起 我要带你周游全世界 遨游 遨游全世界 这是你随便的一句话呢 还是你早就打算好 争取 怎么也改争取 争取一下 我是一个职业画家 因为我是全国各地 别的国家 去了很多国家 我去采风 或者搞个人画展 我都去过都是 您是一个职业画家 都是 现在都是展示吧 都是退休了之后 退休 您的画 那太好了 这还真不是一般水平 这是你画的吗 那字也是你写的吗 字是山水花哪儿 人物都画 但是原来我是 哎呀我的天 我早去上学时 上的是油画戏 加分 加分 不错 画得挺好 画得不错 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三号女嘉宾 都一直在狂摁灯 三号女士您好 我想见见 那个一号男嘉宾 我长得也很漂亮 我也很有气质 我觉得我们年龄 也很相当 我会跳舞 好 一号女嘉宾您好 您说 喂 您好 我跟她挺搭的一个 我一米七 她一米八十多 她会写 我会唱 她会画 我会秀 您的意思是 你们俩是 完美的组合 对呀 不是 别着急 大哥 你招伤 你怎么还冒汗了 不是 我特别怕热 大哥呀 还好 我刚还只是给到他手里 我正准备让他给您擦擦汗 我一回头你自己全擦完了 不好意思 第一次见面呢 咱们肯定是百分之百 尊重女士 应该我多付出一些还好 就别让人家给你擦汗 不好意思 那没事大哥 这个事吧 早晚会发生 如果你真那么喜欢他 你现在感受一下 没准你今天下午 这画画的灵感就增增又长了 大哥又出汗了 别着急 来姐 挤挤就出来了 别着急 挤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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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是替你企图 我觉得不合适 我觉得我合适 我俩哪都合适 不是 他们俩合适吗 他们俩不合适 他岁数太小 我跟男嘉宾般配 哎呀我天哪 姐你觉得你们合适吗 合适 合适 二号男嘉宾现在按灯了 二号先生您好 我想见见 那个 二号女嘉宾 天哪 大哥你别激动 对呀你是咋至于的 对不对 你这还没咋着 他这舌头都不利索了 激动的呗 我特别理解大哥 您想想 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哥的情况 未婚 有没有注意到 对于大哥来说呢 可能他 今天对他可不一样 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大家要理解他 大哥我想问一下 二号男嘉宾 您在试婚的年龄 就我们一般人感觉的 二十多岁三十岁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找一个 合适的女人结婚呢 那时候家庭生活困难吧 没有房呗 公司挣钱少呗 那现在您的情况好点了吗 现在好多了呗 您呢 对这些人影响都还可以 是不是啊 我期待您能成功 好吗 来到这里休息一下 大哥今年是六十几岁 六十三十岁 您有勇气放出您的身份证吗 有勇气 好 请看大屏幕 潘亭云南 汉族 1953年2月10日 河北省唐山世人 欢迎 您是1962年对吗 那你们俩差九岁 这俩身手差太大了 您觉得这年龄怎么样 这个年龄呢 不是什么差距 只要相爱 不再只要有好身体 都行了 就可以是吧 好 我想问一下 您的爱人是什么时候 离开您的 九九年四月十号 癌到没的 九九年就走了 我始终没再婚 九九年 四月十号 老爸是生了什么病呢 他是胃癌 我老公也是一样 他也是胃癌 当时查出来做这个胃造型 查出来的时候跟我说 他超不过三个月 当时我就感觉到 天塌子那种感觉 后来我通过朋友 或者亲戚的 找到什么偏发什么的 想发不能 想想的办法的 给他去讨个偏发 主要什么的 我一直来不到十一个月 我爱人病重的时候 我领他 哎呀 上到这头 瞅一瞅 造几个像 这是您跟您的爱人吗 对对对 你们俩都会拉手工琴 对对对 我是吹萨克斯 我最早拉大提琴的 你们俩还都挺有音乐爱好的 爱人在最后的日子里 应该胃癌还是挺痛苦的吧 三妹吃不动了 他一比六五六六的个儿 一百三十不到一百三十年 最后上到不到七十斤了 这么个情况 自行车坐不了 这个奶奶 我天天背着他 去医院 回到家之后呢 他不乐意上医院嫌烦 我到在家按照医生的医嘱 我去给他打成熟液 都是这么过来挠的 嗯 后来他没之后啊 我也都崩溃了 我都歎了点 跟着跟他走 我朋友啊 姐姐哥哥和朋友啊 就那个时候 您的心情非常不好 天塌了 天塌了 自己脚的自己 都好像崩溃了 好像一切都没有 没有希望的感觉 不敢掉泪 掉了眼睛用 这样的男人 比较靠谱一点 一号女嘉宾 你想说什么 特别理解他 嗯 我也会照顾人 我是个居家型的 您也是爱人去世了 对吗 对呀 爱人什么时候走的呀 09年7月份走的 当时是 也是疾病吗 还是意外呀 肝癌 哦 那所以您跟先生一样 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对吗 对 来 三号女嘉宾 我想说 叫这位男嘉宾 选择的时候要 慎重一点 我觉得我们俩年龄也可以 我觉得我长得也很有秀 也很有气质 您要是不选我 你会后悔的 所以今天先生一上场 我觉得这个气氛好像是 三位女嘉宾对您印象都不错 所以一个男人有才华 并且有德行 多重要 你也得见见我呀 二号女嘉宾您觉得呢 您觉得三位中谁跟他最大呀 我最大 你的意思他俩比不了你 大了 当然了 我想让二号女嘉宾见见我 一号女士您好您说 我想跟男嘉宾对唱一首歌 我当你的脸唱双醉 鱼水青山带笑颜 你能见来我知不 我跳水来你交哟 四位暗门嘉宾 你觉着他们俩合作的怎么样 不怎么样 哪不怎么样了 都不在一个调子上不打呀 来那您应该再合作一下这个怎么样 你我好彼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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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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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出了 他没有我唱的好 我现在还有个想法 我给男嘉宾秀一个豹仔十字秀 这豹仔十字秀写的什么呀 写的老公已认定 我现在就拿给他看呗 您想出来是吗 对呀 这个你可以把枕头偷偷地给我递出来 我给你递上没问题 但是人不能出来 王老师 王伟彦老师 还有你的 还有我的 还有汪正正老师的 你送三个枕头啊 还有汪方老师的 我想知道送王岛那上面写的什么呀 写爱 你觉得 你觉得 先生是跟一号女嘉宾唱的更合拍 还是跟二号女嘉宾唱的更合拍 哪都不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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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合拍 来先生 请到这里来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提问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先生您喝酒吗 朋友聚会时候 稍微 我不喝酒 我问一下 您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挺喜欢旅游的 行 要是有机会的话 可以一起出去 请问先生 您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男孩已经结婚 你对这个今后的生活 有什么要求吗 去唐山的话也可以 要是在沈阳也行 先生你喜欢我吗 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哈哈哈哈哈 喜欢我刚才不是加了 又加分了没有 洗漬漫 这是搞创作时抽筋严肠 但是原来我不许 OK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两位请到这里来 先生在您选择之前 您俩先面对面一下 面对面站好 三号女士您好 我希望一号男嘉宾要慎重考虑 一号女嘉宾您说 男嘉宾应该慎重考虑 应该考虑考虑我 不用着急 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这个是什么形式我不懂 咱俩方方面和咱们俩的经历 都非常相似 但是也不见得我能符合你是吧 我也不知道你不见得能符合我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个事 她想接那个 她全都想看 在您选择之前呢 我想先给您看一份礼物 这是这位女士 说我带给您的东西 她说呢 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收下这份礼物 用自信 不好意思 我暂时我没法说 用什么呢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不能这么情意地去表达 那我先收拾啊 要说男嘉宾一定要慎重考虑 现在您有第一次选择的机会 您在我们这个场合中 按照我们的规则 您最多可以见两位女嘉宾 但您也可以选择不见了 您自己思考一下 你这样是不是伤了她自尊心呢 这个 所以现在让您选择啊 我争取您怎么想 我差不多 挺有自信的 我可以给她这个机会 让她可以再见 哇 哎呦 机会了 谢谢 本来啊 你不说这话似的 我都 这行的都一次性 行了 不要再选了 她全都想看看 她就这意思 但是啊 你这一说 我不知道 我不是说拿不正主义的人 因为我的性格是个大开大放的人 其他他从来不磨叽的人 干什么事情都如此 选择一个人 也是一个从内心深重 那你要是想的话 还是看看嘛 没问题 没问题 你可以还见见他们两个都可以 没问题的 你是真心的吗 真心的 真心的 哎呀 那我都要不都选一下 对不起啊 没事 没关系 没关系 你确认吗先生 我确认 我俩哪都合适 好 掌声欢送一下 二号女嘉宾 谢谢 看我这痛歪不歪 你看 你看她选一下吧 你看 你看她回去了吧 先生 其实我很理解您啊 刚才这个过程 其实很艰难的选择 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 作为一个节目的主持人 我不能替您做选择 这一切要让您自己做选择 您已经选择了 那没关系 接下来呢 您还有一次机会 三号女嘉宾是大连人 一号女嘉宾 您告诉我您是哪里人吗 我是黑龙江的 先生您现在还有一次选择机会 您想见哪一位 太犹豫了 二号不行 一号男嘉宾 您别着急啊 我觉得您就坚定您自己的想法 您想怎么样都可以 在我们这个节目中 我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 录节目之前 我自己 两位老师心里边都不知道 未来会是什么样 我们就坚信 真实才是最美的 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 最大的亮点和魅力 我们从不预设 我们从不动员 来到我们这里的选手 说你应该选择谁 不应该选择谁 我们也想 以我们这样的一种真实的风格 将真实进行到底 但同时呢 我也特别希望 大家能理解 此时此刻这个男人 有的时候 作为一个男人 其实我们在节目中 有很多次这样的记忆 就是突然有很多人 选喜欢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难免会犹豫 因为我不知道 眼前的这位 是不是就是我最佳的人选 但同时呢 作为一个男人 也要果断地决定 自己的第一感觉 如果你真的觉得 二号女士 确实适合我的话 你不要犹豫 因为这种犹豫 可能会让二号女士 内心多多少少 受到一点点小伤害 所以说 我认为爱情这个东西 看准了 下决心 可以咔嚓决定 就是它了 就完了 来一号女嘉宾 你好 您说 我想见见男嘉宾 嗯 好 不算太 此时此刻 我不知道 先生 您是否做了内心 最终的选择 就二号女嘉宾吧 还是想见二号女嘉宾 对吧 不这样 请打开二号女嘉宾的 打开 我很能力的 我会对他 我俩这真挺适合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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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芳老师 我想知道 刚才在这个过程中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 想见您 我不知道您此时此刻 还是否愿意 走上这个舞台 接纳 先生的这一份感情 这个男嘉宾 看下对他有 有好感 他 他想见那个 他想那个 他全都想看看 我很能力的 我会对他好的 我俩这真挺适合的 我俩这真挺适合的 他把我俩这真是 他们的 我俩这真是 我俩这真是 最后 是 我俩这真是 我俩那真是 我俩你俩我俩拿不到 我俩我俩的 在一张 我俩你俩都还 狩暂的 此时此刻 要送给你一份小礼物 是由六贵妇珠宝 送给你们的 也期待你们能够 珍惜今天的缘分 好吗 谢谢王芳老师 谢谢王文念老师 谢谢王正正老师 我先问你一下 这个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 问他 这个怎么办 送给下一位男嘉宾吧 郑正老师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里 看到他们牵手这一瞬间 我相信您这个急性子 着急死了吧 我实际来讲 我是受到了震撼 我看到了今天 两位的牵手 真的是让我特别感动 因为这个是太真实 太真实 非常好 我为两位祝福 我是觉得刚才 我跟这个女嘉宾的手 碰了一下 我把这份礼物 送给她的时候 冰冰凉啊 我真的能感受到 他们是真紧张了 包括她回到房间 那一瞬间 就是她心里其实很难过的 是不是 有一点点失望 失望 那现在呢 现在很开心 谢谢你选择了我 你不会后悔的 对不起 我以后 如果有缘 我们能牵手 躲在一起 我会百分之百气 倒过你 掌声欢送一下 一号男嘉宾和二号女嘉宾 掌声欢送 她真正走到一起 哪有我舌头不碰牙的 这个拿在我手里的东西 我还是很珍惜的 我觉得 这位女士 她在秀这些的东西 一针一线 都是她的一分爱 当然我也坚信 她应该送给一个 真正属于她的男人 此时此刻呢 我们场上还有 一号女嘉宾和三号女嘉宾 刚才这个过程 三号女嘉宾您怎么看 行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 可以吧 好遗憾是吗 是 一号女嘉宾您怎么看 我祝福她俩吧 其实刚才这个过程 我也不知道 最后先生会怎么选 当然了 我觉得就像先生 自己说的那样 有缘的人 可能到哪里 都会有缘 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